处理绑间微信的接口我们需要自己去创建一个 在后端的项目里面打开web, app, plug-ins 找到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插件 我的插件的这个名字叫您号wprest 在插件的includes下面的endpoints 这个目录的下面我们可以去创建一个新的PRP文件 名字可以叫它class您号wprest微信controller.prp 在这个PRP文件里面我们可以去定一个类 这个类里面就是接口相关的一些东西 定一个类名字可以叫它您号wprest微信controller 让这个类可以去继承wprestcontroller 里面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个construct这个方法 到了this namespace设置成微信-v1 意思就是去在类的实例里面去添加一个namespace变量 它的值就是微信-v1 再添加一个公开的方法 名字可以叫做register-route 在这个方法里面我可以去用一下register-rest-route 去注册一个新的rest路由 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后端服务接口 方法里面的第一个参数就是路由里面的namespace 就是那个命名的空间 其实那就是路由的地址里面的一个前坠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dollarthis namespace来表示 第二个参数是这个路由的基础的部分 可以设置成-bind 这样我们定义的这个接口的地址应该就是微信-v1-bind 第三个参数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就是一个endpoint 也可以是一组endpoint 每一个endpoint就是这个接口提供的一个功能 这里我们只需要去添加一个 直接去添加一个methods 值就是这个endpoint支持的那个http的方法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wp-rest-server里面的editable来表示 它的值应该可以是post,put,还有patch callback是一个功能的回调 用当前实力里面的bind这个方法来处理这个endpoint的请求 再添加一个permissioncallback 它是一个权限检查的毁调 用一下当前实力里面的bindpermissionscheck这个方法 去处理对这个endpoint请求的一个权限的检查 因为绑定微信账号需要去更新用户在网站上的一些信息 所以要检查一下用户是不是有权限可以去做这件事 这个权限检查的功能我们可以去复制一下核心姿态的一个代码 打开wp-includes-rest-api 在endpoint的下面找到这个classwp-rest-users-controller 搜索一下updateitempermissionscheck 找到以后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个方法 把它再粘贴在我们自己创建的这个类里面 修改一下这个方法的名字 可以叫它bindpermissionscheck 在这个方法里面还用了一个getuser 再回去我们去再找一下getuser这个方法 搜索一下functiongetuser 复制一下这个定义的这个方法 也把它粘贴在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类里面 下面我们可以再去定义一个方法 名字叫做bind 接收一个request这个参数 它里面包含的就是请求里面的那些数据 在方法里面我们可以先简单的return一个ok 让wordpress知道我们新定义的这个rest的接口 还需要再去配置一下 打开插件目录下面的这个prp文件 在文件的一开始我们可以先导入刚才创建的这个类文件 名字呢就是class您号wprest微信controller.prp 然后在文件的底部我们可以呢去复制一下这个addaction 动作名字呢是restapiinit 在后面的这个回调里面我们可以去新建一个 您号wprest微信controller这个实例 再用一下它里面的registerrouse去注册一个接口 实例的名字我们可以把它改成微信 爸 我要尿尿 就用一支 ven крас